唇菜非常好吃 它也是古人认为的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 所以古代的史书上记载 一个叫张汉的人在洛阳做官 他见到秋风起就思念家乡的唇菜的滋味 所以就辞官回乡了 那么《红楼梦》里面也说 这个唇菜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唇菜它非常珍贵 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就在于 它的这个嫩芽上 它附着有天然生长的 透明的果冻一样的胶质 这个胶质它就是养皮肤的 你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附在皮肤上当面膜 所以我就把唇菜好有一笔叫做水中的面膜 我们吃它再加上外用 让我们的皮肤可以水润 而且Q弹 还能够抵抗中金属的污染 那么我用唇菜就做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精华液 一个是面膜 精华液就是这个 唇菜的这个精华液 这个的话对于我们皮肤的补养就是很好 就相当于像在给我们皮肤吃一个补皮 我是很喜欢用它 一个是这个唇菜精华液 一个是麻齿线精华液 这两个呢各有它的妙处 像这样的一个精华液 很舒服 其实我是比较讲究效率的人 所以我有时候都不会用滴管 我直接倒在手心 然后拍在我的面部 另外呢我还会用一个喷瓶 就是放在这个里头 灌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这样去喷它 这样喷 这样的会是比较节约的方式 因为如果我倒在手心这样去抹的时候 其实它会低落一些 那是我在为了追求赶时间的时候做的事情 如果我想要节约使用的时候 我就会用喷瓶 这样一喷 所以这是精华液 你可以用的三种方式 你可以用它配的滴管 你也可以直接倒在手心涂抹 也可以这样喷一喷就可以了 这是纯菜的精华液 那你还有就是纯菜的面膜 其实那个我每次那个出差的时候 我一定要往箱子里丢一堆的就是面膜 比如说我出差多少天 我就会带比这个天树更多的面膜 因为出差在外面这个户外的环境 我就会早上起来敷一片 晚上也敷一片 那虽然说这个面膜呢 我们平常不用敷这么密集 但是实际上 当你皮肤有这种需要的时候 你是可以密集地来护理的 就 dove هي陆加油 就什么UM ulates 十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